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乐曲的音调更为纯正 意境更为深远 这首作品呢 取材于山东传统的老八版音调 同时还以山东套曲 小溪流水的旋律为主题 加以变化发展 乐曲运用了双手弹奏 以及和弦的弹奏 点注音的弹奏等等 成功地描绘了锣鼓喧天 普天同庆的这样的一个丰收年景的画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乐曲的影子 在前面进行演奏技法提示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作品的影子描写的就是一个锣鼓的声音 而这个锣鼓声呢 有一种由远即近 从远方传来的 慢慢地这个声音越来越近 之后又走远了 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意境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呢 前面相对比较弱一些 不要着急 我们一点一点地往上加 在渐快的同时 音还要在做渐强 最后再收回来 第二句 第二句的音乐呢 要比第一句整体来说更近了一点 也就整体来说再更强一点 依旧是做 落起健强 然后注意这个地方的衔接 是直接的衔接 最后做慢 影子结束 那么在弹奏影子的段落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轮挫 个数 不需要按照谱子上的这个标记 进行准确的数数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音乐表现 达到了就可以了 可以比谱子上的实际的弹奏个数略多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 在这一段的弹奏中 特别强调音色的干净 同时注意在弱奏的时候 手依旧要是一个扎实的声音 不可因为说我弹弱奏了 我的声音就虚了 在我们弹奏的时候呢 对音色有一个要求 就是弱而不虚 强而不诈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弹再弱的时候 手也不能是虚的 弹再强的时候 我也不能把这个琴 弹得琴马乱飞 整个的声音像这种炸开了 炸裂了一样 那么这个是对于音色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请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刻意地去找一下这个弱而不虚 这个力量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后面从第八小节开始 就进入到一个老八版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素材里面去 那么在这里面呢 第八第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这几个小节还要进行一次反复 那么以前在讲其他的作品中 我给大家强调过 同样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弹得不一样 那么这里面同样的两句 我们一定要给它表现得不一样 如果第一句是强的话 第二句就建议大家做弱 那么也可以反之 第一句做弱 第二句做强 总之要弹奏出这两句的不一样 另外呢 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音乐的自然的一个曲法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到这个地方才真正算第一句的结束 那我们看一下第十四和十五小节 那么十四和十五小节 就是前面的这个句子一个solo 那么整体呢 我们在弹奏的时候要注意音乐 从强往弱的一个递节 要有一个句子的收容感 那么后面呢 就进行了这个素材上的转换了 那么在弹奏下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从第十六小节开始 一直到第二十二小节 整个这一段 这一段在小节里面 那么它几乎都是同样的音项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要做音乐的一个伸缩 比如说前面我们整体又渐慢 又渐弱下来了 那么我们这一段 是不是就可以从弱起慢起开始 逐渐加快 哎 这一句到尾巴又收回来了 这样的话就会觉得 这个音乐呢 像一个人在说话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在断句子的时候呢 一个是在这个语句的尾巴的时候 音调会自然地往下走 另一个呢 在这个语句 与语句衔接的地方 也会有一个 哎 稍微的会有一个小的收容 那么音乐语言 跟我们的话语的这个语言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也一样 就像这个两个人在聊天 或者是一个人 在一句一句地 诉说自己内心的这种喜悦 那么在这里面 要注意它的句子的表达清楚 好 我们继续往后来 后面呢 这又是一段 大的反复 那么在这一段呢 建议大家 整个两段 做一个慢起见快再见慢 好 我给大家谈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音乐其实并没有停 后面还在继续 再往下走 然后通过第三十五小节的这个 通过这一小节的 这六个音 我们把坚强做出来 好 我再从前面闲进一下 做键弱 在第一节 这一句 结束了 那么从第五十小节开始 进入到了整个慢版段的第二个大的层次 那么往后的这一段的音乐呢 叫前面来说 韵味更加的浓厚 速度更加的流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整个这一段的音乐呢 就像这个人们在扭着秧歌 唱着自己心中 遇到丰收时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那么整个这个地方 虽然它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 情绪不是特别的热烈 但是充满了这种欢快愉悦的心情 那么这个地方呢 在整个弹奏的时候 速度要保持着中速略微偏快一点的 这个速度来进行弹奏 同时呢 在弹奏的时候 要特别的去注意到 这个左手的韵味上的一个处理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乐曲的快版 乐曲的快版 一上来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 这个段落呢 表现的就是一种锣鼓喧天 大家在歌在舞的 在欢庆这个丰收的场面 所以整个这一段弹的时候呢 音乐要热情激昂 那么在弹奏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这里面各种技术点的一个弦见 那么特别是这种啊 就是音乐从高往低的 比如说129小节 我们会发现这也在做 渐弱 但是整个的从强渐弱的幅度 并不是特别的大 也就是说 它整体虽然在做了一个强渐弱 但是整体的音量 依旧是特别强的 那么在做完了这个剑弱之后 立刻又会折回到墙上来 好 包括我们再往后看 141小节 这一句呢 就稍微的 这个情绪会往回收容一点 后面呢 我们这一片的注音的地方 然后表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鼓啊 鼓边的这个声音 那么在弹奏这一段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小撮跟注音的 这个音量上的平衡 因为注音啊 它被这个捂住了这个 焰注的上端 所以它的音量并不会特别的大 所以在这里面弹奏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弹成这样 就会觉得音乐在瘸腿 要尽可能地注意到 它音量的平衡 同时整个这一段 再做一个弱气坚强 一组比一组强 情绪更加的热烈 通过后面再一层一层的往后推 好 我要给大家重点说的是最后的一个收尾段落 从194小节开始 就已经进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要收尾的这个段落里面了 那么比较有特点的呢 是198小节的音乐 这个地方又是一堆的这个轮挫 那么在弹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强弱的对比给它弹出来 好 我从前面往后顺一下 好 大家会发现 我从高往低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强键弱 那么到了低音区 有一个难点在于 然后和后面 这两下 从扫刀是作为前面的整个的收尾 从扫骚开始 立刻又作为下句的音头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重音 以及它的这个弱和强 点的把握 点的反馈 是一定要把它做好的 我经常说 这个强和弱 在做对比的时候 如果这个乐句的第一个音 不强或者不弱 即使后面再怎么做强 再怎么做弱 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请大家练习的时候 凡是对比乐句 那么我们都要旗帜鲜明的 把第一个音做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是强 第一句是强 第二句是弱 那么就要鲜明的 第一个音就让它强上去 第一个音就让它弱下来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音乐表达 才会比较准确 庆丰年这首作品呢 是赵玉斋先生的代表作 也是古证音乐中 一个经典的作品之一 希望大家 学习完这首作品之后 能对传统的音乐 与现代的技法 这样的一种结合 进行一个很好的掌握 那好 这首作品的讲解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 大家好 我是黄宝琪 很高兴与您 相约在 新爱琴丛林学古针课程 与您共同学习 古针的弹奏技巧 与名曲佳作 更多的精彩课程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 期待着与您 共同领略古针的艺术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